大家好,我是Sunny 等了三年,終於FINAL卡出了iPad版本了 真的等了非常非常的久 那今天影片會分成iPad版本的快速教學 以及我使用的心得 那我們影片就開始吧,GOGO 首先如果你打開APP是英文介面的話 來加大大設定如何讓它的APP變成中文 首先我們在設定這邊 選擇一般 接著選擇這個語言與地區 加入語言 這邊呢你就選擇簡體中文 然後你要改成簡體中文嗎 你就沒有繼續使用繁體中文 加入完成之後 把簡體中文移到第二格 然後按套用 你的APP就變成中文了 接下來我們講一下如何製作影片 首先我們在左下角這邊有個新建項目 點加 這邊就可以輸入你的項目名稱 然後格式這邊 選擇自動 然後我們可以自訂 看你想要這個影片出現是橫排或是直排 就是在這邊做選擇 按繼續之後 你可以把照片導入進來 或者我們可以先用空白的 接著我們可以把相簿這樣子 縮小視窗的方式呈現 把需要的影片導入進來 我們想要放哪一段的話可以直接在這邊截取 那如果我們想把這段影片縮小的話按檢查這邊 這邊是可以調整你影片的透明度 還有就是直接放大縮小 那檢視這個視窗你覺得太小的話我們可以調整你的視窗 那針對於這段影片你想要調整音量的話點這裡 還有語音突出跟降噪的功能 這邊的話跟Mac版的Final Card有點像 點擊這裡 再在兩個影片裡面加入轉場 加入之後你覺得這個轉場效果太多或太少嗎 我們可以直接用拉的方式 這邊就出現慢慢的轉場 太多的話我們可以這樣縮小 我們按效果這邊 這邊就有一些濾鏡可以加入或是有色彩調整 加入進來在這裡選擇色彩調整 你就可以增加它的曝光或是對比度 亮度飽和度高光陰影 這個對於新手來說在這邊調色的話非常的方便 那調色完之後你想要增加它的背景顏色 我們可以按這裡背景這邊有純色的背景 然後你可以自己做色彩的調整 或是漸變的還有這種動畫的效果 我們把它加入進來 長度的話你可以直接這樣左右拉嘛 也可以按下方這一個來使用 影片子到這裡我們要把後面去掉的話 我們可以點這個虛線的地方 它可以幫你去圍 然後這邊是去頭 或者你要中間剪裁這段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按這裡 如果你針對這段影片想要精準的剪裁 我們可以點這個調節輪 點完之後再輕點一下它 然後我們用這個方式來調節你想要的位置 這個位置會比你用手指去這樣調節更精準 如果它防住的話你還可以調整它的位置 接著這邊還有聲音軌道 可以加入它裡面內建的音樂 這個ipad by the final cut pro 蠻酷的就是 它這邊啊不管你音樂縮短到哪裡 它都會自動把你變成漸入的方式 假設這段音樂如果你開頭想要做漸入的話 一樣在單路這邊 我們可以這樣調整 我們可以這樣調整 在對象這裡 我們還可以加入一下它的一些效果 把它做縮小的方式 還有這個點讚 你可以按效果 顏色調整 那上方這裡呢你還可以另外加入照片或文件 另外你還可以邊解邊拍 接著再把這段影片加入進來 那這個筆的圖案呢就是給你手繪影片 這邊的話可以選擇你想要的顏色 接著你就可以開始繪畫起來 按播放就可以看到它的動畫效果了 像這邊的話就是用手繪的方式做影片 所以final cut可以用這種手繪的方式 我覺得還不錯 上方的話可以輸出 看你要輸出成視頻或是只有音樂 還有當前的關鍵針或是ipad版的final cut 我們按導出 接著我們儲存到文件裡面 接著我們在雲端這邊 可以打開這個final cut 你剛剪輯的影片就會在這裡了 這個真的還蠻方便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導出 我們是無法在ipad版的final cut開啟 所以這點要注意一下 那下方這裡我們可以針對於音量做調整 點擊音量 然後這邊放大或縮小 那如果你想要把這段影片做一個放大縮小 我們需要按這個動態化這裡 記得這邊變換這邊要選擇全部 選擇完畢之後一開始的設定 大小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邊按一個加 接著我們把時間線拖到後面來 這個特寫放大 我們按檢查這裡 選擇這個圖案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產品特寫 然後移動 這樣子 你看這邊的話就會做一個放大的效果 另外這邊還有一個多機位 就是你可以放一下一些Blow的切換 像是我們可以按新鍵多機位 把剛剛導入的影片放進來 按創建 然後可以這樣直接切換 到下一段 這樣你在編輯影片的時候 這樣A-Low V-Low蠻方便的 直接這樣切換就可以了 那現在來講一下我使用的心得和感想 那iPad版本能取代Mac的嗎 其實我覺得還是不行 畢竟Mac的Final Card Pro 可以加一些插件特效 然後iPad版本的話是不行的 我覺得操作起來 會比iPad版本更方便一點 不過iPad版本的Final Card Pro 還是有它的好處 像是我們有時候藏在戶外的話 你就不用帶那麼大的筆墊 直接帶這台 你就可以隨時的做一些簡單的粗簡 或者是可以加一些手繪的圖案在旁邊 如果你只是單純的剪輯的話 其實iPad版本就蠻夠用的 還有跟電腦版不太一樣 就是Mac版的話是買端的方式 iPad版本的話是訂閱制的 像是每個月可以付150 或是年腳的方式付1490 當然是付年腳的話會比較划算 而且它有提供一個月的免費使用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再取消就可以了 這點還蠻貼心的 那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囉 安溜